HELLO 大家好,我是正峰 今天又到了我們一生介紹我們熱身滑耗材系列喔 你有想過在岩板石板上做印刷嗎? 今天我們就來在我們的特殊的岩板石片上做印刷喔 那接下來我們一樣會使用我們熱身滑轉移的方式 來為各位介紹製作喔 那首先各位可以看到我們檯面上 我們檯面上有眾多我們的岩板尺寸大小 有圓的、方的、不規則型的 那各位會看到我們這裡邊呢 這是我們有畫家去做畫的 然後在岩板上復刻的喔 那其實它不管是紀念或是拿來送禮都非常好喔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製作過程吧 好,那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是我們 一生3838磁控抽屜式平常機喔 那我們如果要看我們岩板所使用的溫度鳥酥 基本上都是設定180度、360秒喔 但是我們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們岩板用反烤的方式 因為反烤的話我們會讓它受熱 所以時間會比較長 好,那我們以往呢 我們西翼糠片呢是鋪在我們最上面 那我們如果用反烤的方式 為了讓我們岩板受熱均勻 那我們就是會將我們的西翼糠片鋪在最下方 但是呢,鋪在最下方 我們還是要將我們的熱身滑指 也是鋪在下方 我們這是反烤的方式喔 各位可以看一下喔 這樣煮這樣煮好 有沒有,我做雛形 擺上去之後 我壓力呢調整好 溫度秒數180度、360秒 我們就可以下壓那種湯品喔 那我們的時間已經快到了喔 那最後三秒我們的平燙機會提醒 好聲音到,它自己彈起來 彈起來之後呢 岩板非常的燙 所以絕對不要用我們沒有帶手套的手去摸 那基本上呢,我們可以剛打開 確認一下它的顏色 有沒有,非常的鮮豔 非常的鮮豔 因為石板非常的燙 那通常呢 我們可以放到旁邊去做冷卻的部分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石板岩板的 垃圾畫轉印的過程喔 那我們今天所使用的圖 是我們藝術家授權的圖號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那基本上呢 有想要了解各式的尺寸啊 價格的 都可以到武光網去做參考喔 那趕快來跟我們做聯絡喔